娱乐圈中步伐有一些年龄差距很大的夫妻 刘诗诗 吴七龙相差了17岁的年龄 但是也阻碍不住相恋的脚步 他们已经在一起走过了八个年头 如今 刘诗诗不仅仅被爆料出漫画事件 而且有人透露出 刘诗诗怀二胎仍旧难以挽留吴七龙 曾经抛弃了相恋两年的名道 转身下架大17岁的吴七龙 其实是另有隐情 吴哥出面一句话暗示了真相 相信大家都很好奇这其中的故事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吧 刘诗诗会死 一直都是娱乐圈中一股清流的存在 自从出道以来就是不争不讲的 基本上很少会有绯闻的传出 刘诗诗从六岁就开始学习舞蹈 十五岁考入了北京舞蹈学院 所以刘诗诗的周身才会 由内而外散发出气质的光芒 这都和刘诗诗学习舞蹈 有着不可磨灭的关系 就是因为有着和刘诗诗一模一样的气质 从出道以来就被粉丝们称呼为小刘诗诗诗 进入娱乐圈就和胡歌圆红 并成为唐人三宝 那个时期只要是唐人出品的作品 都会看到这三个人的身影 所以在刘诗诗的心里 胡歌一直都是以老大哥的身份陪伴着他 只不过胡歌在面对媒体采访时 可并不是单纯的把刘诗诗当作妹妹 多次表示自己的理想型就是刘诗诗这样子的 每次出戏活动时 尽管在剧中胡歌的官配是其他人 还是依旧会牵起刘诗诗诗的手一起走红毯 这些事情都是大家见怪不怪的 刘诗诗其实也明白了 胡歌的心意 每次也都是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兄长 以此搪塞过去 最终刘诗诗和吴奇龙因为一起拍摄 步步惊心 从而因戏生情了 当两人宣布恋情时 可以说是惊呆众人了 只不过 他们并不是在拍摄完这部戏就在一起了 而是有两年的空档期 当时拍完戏 吴奇龙就觉得自己爱上了刘诗诗 但由于害怕 是沉浸在剧情中还没有走出来 所以就间隔了两年 采取联系的刘诗诗 刚好那时候第二部也开拍了 就在这两年的时间里 刘诗诗并没有因此而等待吴奇龙 而是在2011年 和明道一起拍摄《天使的幸福》时 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感 不过 这场恋情一直都没有被公开过 大家也都是顺着蛛丝马迹 才找到了这俩人在一起的证据 2012年的刘诗诗在拍摄《大漠》后 刚好在拍摄《五种生病主缘》 陪伴在刘诗诗身边的布置 有自己的身边人 其中还有明道的贴身助理 当年明道过生日时 刘诗诗也准时送上了 可爱的生日助理 有很多粉丝都很好奇 还专门跑到了专业的 狗仔卓伟那里求证 得到了第一个肯定的回答 自此这段恋情才算是被坐实了 只不过最可惜的是 这段感情还没有见光 就因为明道去当兵 而宣告了结束 不到两年的恋情就到此为止了 所以最终就便宜了 吴奇隆这个老来人 2013年底 刘诗诗 吴奇隆官宣了 不被大家看好的恋情 吴奇隆 因为小时候的经历 所以在钱的方面 向来都是很节俭的 只不过遇到了刘诗诗之后 这些就都抛之脑后了 一场婚礼就高达几亿 刘诗诗想吃的东西 哪怕是空运可贵 给他买回来 结婚之后 刘诗诗给刘诗诗生下来的 一个儿子 取名为布布 这个名字的由来不言而对 就是为了纪念当年两人的相识 粉丝们都觉得 刘诗诗这样的高颜值 不再生育个二胎 实在是太可惜了 前段时间 刘诗诗就被拍到了 现身私人医院 小妇威龙的样子 仿佛是怀孕 但是当事人事后澄清了 只是去注射疫苗罢了 一波贵瓶 一波幼奇 有一名网友在网络上 散布了一组漫画 漫画中映射了 吴奇隆和刘诗诗的婚姻 大致意思就是 吴奇隆和自己的助理有染 但是碍于刘诗诗 在圈子里的地位还有颜值 吴奇隆在权衡利弊之后 才选择了刘诗诗 从而抛弃了自己的助理 刘诗诗诗在得知此事之后 直接就和吴奇采取了离婚措施 粉丝们看到这则新闻之后 都不相信 刘诗诗 吴奇隆 在看到漫画的第一时间 并没有出面澄清 等到了事情发酵到了 不可收拾的地步 一纸诉状 就把这名网友告上了法庭 毕竟没有做过的事情 就是没有做过 刘诗诗也出面立体了 自己的老公 觉得私事没必要拿出来说 但是影响到家里人就不好 这条绯闻事件过去之后 就有网友偶遇到了刘诗诗 吴奇隆带着步步 一起外出游玩 看起来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 其实自从吴奇隆和刘诗诗在一起之后 这样的传闻就从来都没有间断过 我们这些吃瓜群众也算是见怪不怪了 言归正传回来 刘诗诗和吴奇隆 竟然已经结婚这么多年 并且吴奇隆还甘愿 把股份赠予刘诗诗诗 让他的身价备长 就说明吴奇隆的心理是有游诗诗的 我们何必庸人自然的 大家说是不是啊 你们觉得游诗诗会和吴奇隆走到最后吗 可以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